我的大宝 我的运气超好 每次考试都是满份 大家都很喜欢我 同学们 今天我们考试 怎么突然考试 罗叔 我写完了 大宝真棒 又是一百份 大宝好厉害呀 这么快就做完了 竟然还得了满份 都是因为我的运气好 看起来很好吃呀 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有了 朋友们都很喜欢我 走去把冰箱送给我 大宝 我的冰淇淋给你吃 我的蛋糕也给你 大宝哥哥 尝尝我的薯片吧 太好了 这一下我就能吃个够吧 小贝你干嘛 我玩得真开心呢 这个人生基本太好玩了 我也要写 我的小贝 我的同胖王和最漂亮的人 还有获得的最美公主的称号 我拥有1000件漂亮的公主裙 小贝公主 今天你要穿哪条裙子呢 我是公主 当然要穿最漂亮的那条了 小贝公主真漂亮 我想去睡觉 我的卧室在哪 卧室 定 我的卧室超漂亮 我每天都从500平方米的床上醒来 不行不能这样醒 小妹别搭乱 我还没醒完呢 小贝姐姐不能这样醒 我家就在旁边 500平米的床 把我家都摘了 那我住哪呀 我才不管呢 我是公主 当然要住得好一点了 小贝姐姐你太过分了 还需要我来学吧 我是小妹 我是和王国最崇敏的人 我什么事都会做 小林小姐你和眼睛老师也来找我请教 小妹 这道题怎么做 你教教我吧 还有这道题 我想了一个晚上就是想不出来 1加1等于2 8长9等于72 这也太简单了 下次拿难一点的题来问我吧 小妹 你真厉害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啊 小妹 你这是天天难遇的奇才 你来到学校的校长吧 我竟然能当校长 哈哈 现在我宣布 以后再也不准备着家庭做夜 夜大哥了 小妹 谢谢你 不能这样 我们是学生 怎么能不写作业呢 小妹快赶回去 我不 我还要给自己加智商呢 小妹的智商是1万 我要当中华王国最漂亮的公主 小妹的美貌值是10万 小妹 小妹姐姐 你们不能这样 小妹你别管 我也要写 大白的好运值是100万 警告警告 世界线里混乱 开始重新分配 新世界已开启 请开始你们的游戏吧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只有帮我收集一万个虚空之力 才能回去 小妹 一万个 这怎么可能 我也要回去 如果你们不帮我 就哪儿也别下去 怎么能这样 早知道我就不乱写了 现在怎么办 难道我们真的要帮助图索吗 我想起来了 只要把剧本撕掉 就能结束游戏 回到图花王国了 那可太好了 小区已经 你快撕吧 不能撕 他们还没认识到错误呢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把树死掉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